云管千兆POE交换机 它可以通过手机APP来监控每个端口的状态 下面八个是千兆的POE口 这两个是千兆的管口 这边是它的型号 由于它是智能型的 后边还带了一个复位按键 这个电源是外置电源适配器 咱们接上摄像机试一下 插电 它这个是智能型的交换机 它启动的时候给电脑式的有一个启动的过程 你看启动期间全是亮绿灯 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启动正常之后 依次给摄像机供电 已经能正常工作了 看这两个摄像机已经出画面了 录像机在这里 看一下怎么连接的 这个绿色的灯是POE供电灯 六口和七口接的是POE摄像机 所以说它需要供电 这个绿灯亮了 然后三口接的是录像机 它不需要供电 这个灯就没有亮 只有一个数据灯在闪 一号端口接的是路由器 因为这个联网之后 咱手机才能监控 打开海康互联APP 这个添加激活和普通设备激活是一样的 扫码就可以了 很简单 咱们往下看 已经在线了 然后点这个 进来之后就是这个状态 你看当前功率 两个摄像头介入 5.8瓦 峰值功率7.7瓦 下面是各个端口这个状态 端口图示说明 看一下 已连接是绿色 异常的话是红色 未连接是这种颜色 POE供电的话 有个闪电的符号 咱们看一下 67 你看这有个闪电的符号 因为这两个接的是摄像机 再看一下设备拓普 上面是交换机这个型号 然后下面呢 设备3 有三个设备 转开 最上面是录像机 IP地址型号都有 下面是两个POE摄像机 IP地址都有 再看一下这个设备配置 VLAN设置 化飞VLAN呢 对一些监控小白来说是比较费劲的 但是用这个呢 就比较简单一些 有时间给大家详细分享 它这个各个端口 你看下面是每个端口 这个状态 并且呢 可以单独控制 比如说啊 咱们看一下 6 这是接的摄像机嘛 点更多设置 看这里边 POE开关 这个都可以设置的 可以关一下试试啊 看这个口 我把它关到它里 马上就灭了 关 看灭了吧 然后再开 马上亮了 就这开关一下 手机马上输到一堆这个提醒 总结一下 这个云管交换机呢 前期我们调试的时候啊 化飞微量啥的这个很方便 APP就可以搞定了 后期我们维护的时候啊 也是通过APP 轻松就可以看到各个端口的状态 有些故障呢 我们可以重启端口就能解决 就省得我们再开车几只公里到现场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